好 谢谢恩 听说姐妹们晚上好 平安 可能你会听到我的声音有点点沙哑 因为我刚从巴达姆回来 食物中毒了 吃了太好吧 所以食物中毒了 那么就昨天是上吐下泄 今天还好一点点 但是不能够吃东西了 吃什么都反胃 那么也在法人的当中 但是我感谢主 我们今天还是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一起的来分享 今天晚上的这个题目 播出精彩的人生 播出精彩的人生 我的PowerPoint看见了 是 看到了 看到了 我们记得在三个礼拜的时候 星期二的时候 我们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 我们请大家去收集家人 对美好人生的看法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也去问一下我们的朋友 他们对人生美好的看法 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接触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到了一个沟通的 一个与人沟通的一个切入点 这是传复印的时候呢 就不会这么硬邦邦的 我们就从这个美好人生的看法 那么就开始 然后呢 在一场访问完之后呢 我就请大家做一个总结 你对播出人生 美好人生的看见是什么 那么叫你们写一百个字 我不晓得有谁 已经有做了这个作业 那么 亚之有做的没有做的呢 我们都 我先做一个的介绍 那么假设你有做的呢 我恭喜你 因为呢 那个是一个开始 一个起点 因为东西是这样的 我们学了以后呢 我们记得我们四个H 就是从知识 变成我们的心 然后变成我们的手 然后变成一个习惯 四个H 我们一定要记得 所以图片一定是从知识开始的 我们从有了知识之后 我们的心一定要动起来 反而心没有动呢 只是存在知识而已 那么心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用手 亲手的去做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养成一个习惯 这是一个四个H 所以我们了解的这四个的运作呢 我们来到了说 你对美好人生的看见是什么 记得我在那一刻里面谈到呢 他说呢 如果你三年 五年 年一点 十年 如果你不做一些的改变的话 你的生活作息啊 你的人行习子 谈话 花钱习惯啊 交朋友观啊 等等的 如果你不做一些的改革的话呢 你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从那个地方里面 我们就是说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 我们已经以足够的成熟度 我用的是一个成熟度 一个成熟度呢 就是知道明白自己当今的责任 而且呢 会尽心尽力的 以正确的态度 去完成任务 我们这个人是越来越成熟 所以成熟的时候呢 是一生的学习 不要讲说 小孩子不成熟啦 来某某的不成熟啦 但是我们也问我们自己 我们对成熟的认知是什么 假设我们 来到说了 我们看到人生的 这个美好人生的看见了 假设我们不做一些的 生活上的一个的修改啊 或者是习惯上面的 做一些的更改啊 你会发现到呢 你很快的就肌肉萎缩啦 然后接下来呢 整个的身心灵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甚至于说我们说 我们要侍奉神啊 是你一个心要侍奉神 但是你的身体 却没有办法 来继续的往前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我们要如何活出美好的人生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看见 我们要看见 然后我们来看三个阶段 我们说有这个 没有三段的人生的时候 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发现美好的人生 所以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看了 那个妈妈是个小孩 她怎么样发现 她的美好的人生 我们有看见了 那个生来有长缺的 那个少女 她怎么样的发现了 她的美好的人生 所以在我们周围里面呢 我们有看见了好多的 他们一些人 他们虽然身体有缺陷 虽然生活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他们却能够活出 美好的人生 我们要去发现 这些美好的人生 然后呢 发现是一回事 我们发现之后呢 我们要渴慕它 不然只有停在 泻木没有用的 你泻木没有用的 你要渴慕 渴慕的时候呢 你就里面会心动 发现的是脑在动 渴慕的时候呢 心在动 所以我们在进入第三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是迈向美好的人生 我们渴望之后呢 我们要达 跨出一步 我们要跨出一步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开始 所以我们也讲到开始呢 起步呢 我们通常会问一个问题 这问题就是 你的动力是什么 你的动力是什么 我们常常说 我们希望人家要陪我了 我一个人很难啊 但是我们想想看 这个动力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 所以这个力量是在我们心里面的 神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是很大的 我们假设是 懂得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假设你能够去发掘它的话 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心里面的 我们的动力在哪里 我们要有两方面的动力 要考量 一个呢是对痛苦的避免 你想到痛苦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想到那些被戒指的 做轮椅的 那种痛苦 躺在船上的 那种的痛苦 你对那种的痛苦的避免的程度 有多强烈 这就是我们去考量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 飞机有两个翅膀 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翅膀 我们要对痛苦的避免 然后呢 我真的是不能够接受这个痛苦 我不要这个痛苦 你要自己有这样的 强烈汗的那种的感触在里面 我不要这种痛苦 记得我跟你分享说呢 我当兵之后 我的两个膝盖受伤了 后来就 睡觉啊 都要放热服务 才能够下床啊 然后开车呢 也必须要给自己的脚动一动 才能够从车子里面走出来啊 然后呢 我每三个月都必须要去 尘土深夜呢 做给医生检查等等的 那时候我看见了那些 三十多岁的 在这个物理治疗 就从颅椅上面坐起来 有的中风等等等等的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像他们 要这样的时刻里面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会告诉我自己 我不要 所以呢 就是对痛苦的 避免的 产生一种的强悍的强度 在我们的里面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动力 那另外一个动力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动力呢 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新加坡这个很厉害了 讲到哪里有美食的话呢 都会跑去那里 都会问 都会去那里找美食吃的 那里有大田家 一个圣经可以 全部人都去了 所以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我们不是单单看到的 这个有形的 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种 无形的那种价值的行为 谈到 对美好事物的那种追求的程度 有时候我看到那些 追星族 追星族 甚至于买飞机 飞到韩国去 追他的明星等等的 上更半夜漏夜 在火跳门口 就是这样的追求 我们问我们自己 我们对于这种健康 这种的 身心灵的健康 最美好的事物 我们的追求的程度 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的动力就在这里了 动力就是第一 我要对这个痛苦的避免 我不要 我不可以 然后呢 我对于这个美好的事物的追求 我也同样说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得到 好 我们就来看到了 假设有这个动力之后呢 我们来看 美好人生的七个领域 七个领域 我们常常说7F 7F 你会看到的这个7F 就是Family Fund Finance Fitness Friends Faith 跟Fulfillment 他说呢 智慧建造房屋 造成七根柱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 以色列人的智慧 有他的智慧 造成七根柱子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这个七根柱子的屋檐下 那么呢 这个屋檐呢 就是第一 就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如何享受这个家庭 因为美好就是一种享受 还有呢 一些的康乐 我们有没有享受康乐 还有呢 我们的财务 就是不是说很富裕 但是呢 我们却能够知道 所适用的都没有缺乏 好 我们的Fitness呢 就包括了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不是单单 这个身体的健康 然后身心灵的健康 还有Friends呢 就是我们能够享受友情 我们有没有一些的良友 知己 那么这个信心的生活 非不是讲说我们的信仰 而是我们信心生活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圆满人生了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圆满人生是什么呢 我们的起点是永生 如果你读诗篇133篇第三节说呢 在耶尔瓦那里有命定 有命定的福 便是永生 那么我们知道了 这个永生是起点 永生也是我们的终点 我们是一个永生的生命 不是黑门 黑门山上有什么 这个什么 长寿的那个药 不是 长命不是药 不是 是在耶尔瓦那里 有命定的福 那么我们知道呢 在西安山 在黑门山 我们知道那里呢 有救恩 有神的话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七个F 我们假设说 我们要美好人生里面 这七个F里面呢 细气相关 这个七个柱子 我们把它做到 七个柱子的生活 我们假设要圆满人生呢 我们要在这七个领域里面呢 来学习 假设我们有机会的话 你把这个当做 你生命的这个轮子 一个轮胎的轮子 那么呢 你就画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看 你的Finance 是指数多少 你的Fan多少 你的Finance多少 程度多少 那么你会发现呢 你这个轮子呢 假设是很圆的话呢 你的人生就很顺利 生活也很愉快 假设你是一个长 一个短 一个长 一个短 你走起路来呢 就是在那里摇摆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七个柱子 我们要把它记住 我们讲到 我们整个课程完之后呢 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柱子里面呢 我们大家都能够找到 我们要加强 哪一个是我们的强项 哪些是带成长的地方 而且呢 在带成长的地方的时候 接下日子以后 我们可以如何的去 给它做一些的进步 好 那我们来看七根柱子 那七根柱子呢 我们就谈到了 每根柱子我们知道 建屋的柱子的 我们都知道了 柱子呢 一定会有杠条的 里面有杠条 然后呢 有杠条里面 还有沙石啊 红帽灰啊等等的 就把它们 迎记在一起 最后完成这个柱子之后呢 还有粉刷 所以这是一个柱子 就我们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F的里面呢 真诚 尊荣 感恩 如何在金钱上面 如何在金钱上面 懂得如何来尊荣 包括尊荣神 也来尊荣我们家里的人 然后在这个 感恩上面的时候呢 如何的来 向家人感恩 我们就不断的来学习 这七根柱子 三个 基本的 价值观 如果我们懂得 Rainbow 我们懂得颜色 颜色你看起来很颜色 但是颜色只有 三个基本的颜色 Tree Basic Primary Color 我没有记错 是红绿 青色 那么三个颜色的时候 它就在那里 配合起来的时候 就能够成为 许许多多的颜色 三个基本的颜色 所以这三个的真诚 就能感恩 假如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懂得如何 在这个七根柱子里面 来活用的话呢 你会发现 你人生就像彩虹一样 是Rainbow 你会非常的 兴奋的一种人生 那我们的这个 祈福的我们的团队 我们就是有一组人 他们就是这样的 同行了多年之后 我们就不断的在那里探讨 后来我们找到了 这三个基本的核心价值 直到我们这个团队 能够不断的被神所祝福 能够去祝福祉福的人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真诚 我们一样一样慢慢来 那么真诚是什么呢 真诚是 家人需要有那么的真情 真实感 它会化为一种精神的支柱和力量 所以我们了解 假设是没有真诚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很快的 这个柱子 没有钢铁的话 它不能够成熟 这个重要的 那物质迟到就会倒塌了 所以我们明白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真诚 真诚的定义是一种很帅 诚实 很诚恳 这是我们不断的来了解 但是我们怎么样的 把这个的定义呢 给它呈现出来呢 展现出来呢 我们就是要懂得如何忠心 如何勇敢 如何直率 把我们心里面说要表现出来的 想要表达的 我们不要用半句缓言 没有啦 没有啦 但是里面其实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不敢讲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学会真诚 这是双方的 一方面一个要讲真诚的时候 一个要懂得如何接纳 也要真诚的回应 好 我们就开始现在看到了 那么假设真诚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的国效 你注意看第一样 就是信任 信任 那么我们知道呢 一男一女从不认识到认识 从认识之后呢 发展感情 恋爱之后呢 他得来到一个地方呢 叫做信任 那么信任的时候 他们才会说 好 现在我们愿意的 我们来组织下去 所以这个信任呢 就好像一棵树的树干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多么的重要 假设这个树干呢 是很细小的话呢 你想想这个树 能够承受大风浪漫 不能够的 因为有了这个真诚之后呢 我们看见了 我们听到说 家里要和睦啊 要和谐啊 那么我们说 他需要什么样呢 他需要的就是真诚 那么带来的是一个愉快 一个安稳 等下我们会看到的树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真诚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是尊荣 那么尊荣是什么呢 尊荣是批词的尊重 那么呢 视对方为尊贵的 感到荣幸 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对方呢 我们给他一种尊贵 不要有轻看他 不要轻视他 可能他是比较慢 但是呢 我们要懂得如何的 在言语上面呢 懂得如何的 去尊重他 当我们要尊重他的时候 首先要看他是尊贵的 你想想看 如果你到了 法庭吧 见到法官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尊重他 因为是他会尊贵的 然后呢 尊荣所展现出来的行为 是什么呢 就是细心的聆听 原来有时候 我们在听话的时候呢 我们假设里面 没有尊重的话 我们很快的反弹 我们就很快的动怒 那么别人还没有讲完的时候 我们就 就开始 对抗了 所以 我们要细心聆听 而且呢 能够服侍呢 是你的尊荣 你能够做 可以做 这就是你的尊荣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很积极的 所以有一些 我们不好听的就是 有一些家里的家务啊 大多数是由 祖太太做的 但是丈夫如果能够做的话 也是你的尊荣 还有呢 就懂得如何谦虚 有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 抢作和说话 有时候 虽然你懂得比他更好 但是你暂时听他的 暂时听他的 然后呢 你尊荣是一种的 欢容 欢束 不计算他的 不计算他的 不计较他的过失 过错 那么就是一种的尊荣 那么尊荣的时候呢 也是一种的热忱 一个普通的心智 而且呢 还有优质的时间 因为呢 准时呢 就是一种的尊重 你准时出席啊 等等都是一个尊重 也是尊荣对方 他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呢 他带来的果效是团结 正义 智慧 而且有原则性 做事情很有原则性 有道德标准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三个价值 现在我们定乎到 第三个了 第三个是什么呢 是感恩 感恩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感激感谢 给对方肯定 那么耶稣要给对方回馈 那我们要来感谢 那我们从小就要教导 我们的家人懂得如何感谢 假如有搬拥的话 要叫孩子们学会感谢 那么做丈夫做妻子呢 对方预备早餐这些东西 也不要忘记要说谢谢 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带着感恩 那么感恩所展现的一些行为 是什么呢 就是好管家 善于管理 而且呢 很有同理性 他能够感受到家里面 内心里面的委屈 他带来的效益就是包容 善良 宽容 原谅 怜悯 而且呢 很有喜的 因为感恩心就会喜了 那么家里面呢 你会发现到 就有一个亲和力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三个根基的时候 今天我就来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自我评估 自我评估 你美好人生的七个领域的指数 一到十 问一问自己 我们的家庭关系融合吗 一到十 你现在就把它勾一下 或者写一个数目纸在旁边 那么呢 你财务情况如何呢 是不是借贷过生活呢 你没有除息的 如果除息的只是勉强 只能够耐一两个月 那么其他人要来借贷过生活 第三健康的 你的饮食作息习惯 你是几点睡的 你吃的是不是健康的食物 这个东西都要给平分 然后呢 你交心的良友 不是交心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多少个 你认为 他是在影响你 给你增能量 给你增价值 或者是 他们在影响你坏的习惯 坏的生活模式 这个是 叫朋友 你要给他 你有没有这样的 交心的朋友 好 我忽然间停在这里 因为我最近 遇到几个男的 他们退息之后 他们发现 他们没有朋友 男的 但是你的这方面 好像不大 有问题 男的 那我也发现到呢 好多的传道人 那牧师啊 他们退休了 他们也告诉我 说了 他有会有 没有朋友 所以你们要做一点注意 要跟牧师做朋友 多一点起牧师去喝咖啡 谈谈一些事情 不要只是谈教会的事 谈国家大事 好 我们来看 康乐 康乐与家人同乐 那我们是 与家人同乐 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快乐呢 有时候就是 你一个人拿手机 在那里玩得不易乐固 家里的人呢 就在那里附业 那么有些呢 也去外面下棋了 一个人快乐 那么有时候 一个家里的人呢 在那里呢 看联系剧了 那么 不管那个老的啦 自己快乐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 你家人共乐的 时间有多少 数字有多少 好 我们来探谈一下 我们的信念 今天晚上 会很多的重点 谈到信念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信念 是不是积极乐观呢 你就给自己给分了 有些人看到东西 都是负面的 没有看到说 盼望 没有看到眼睛 总是讲负面的 有些负面到什么程度呢 负面到呢 他说新加坡 一直监护子啊 迟早新加坡 这个岛会沉下去 我们记得上个礼拜 看到他 私评吧 那个人什么东西 都可以抱怨的 人家 月圆的时候 他说太暗了 就是这样子 他总是看东西的时候 总是看到的 要讲一些不好的 这种呢 我们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有可能是 我们里面 要表现自己 那个要注意一下 好 不要紧 你就了解一下 你的信念 一到十 你是否计息的 还是消极的 有些人 冠状病毒 被裁了 他很高兴 他说呢 前面会更好 所以呢 他就积极 所以积极的人生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 他能够的工作 因为他人生积极 好 最后呢 是严满 你对自己的人生意义 你觉得什么是有意义的呢 那么我们不断思想 有一个退休的校长 他就找到人生的意义 他说什么呢 他要去养蜜蜂 然后呢 去这个收集花蜜 然后呢 去给那些贫困的人 拿去卖 他就觉得 就给他们一个谋生的技巧 那么是做得蛮不错的 去了缅甸 后来又回来新加坡 他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你的人生意义 是多少呢 我们这个指数呢 只是来帮助我们 更认识我们自己 好了 我们知道了 看见知道 思想明白了 我们一定要做一些的改变 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到 美好的人生 那我们来问一问了 美好的人生的定义 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了 美好的人生呢 我们是说 活得有意义 活得有乐趣 这就是我们说 美好的人生 那么这个美好的人生呢 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家 那么呢 哈佛道学里面告诉我们 一些研究 就是家不快乐的话 我们工作到哪里去 都不可能会有快乐的 所以这个研究蛮切实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美好的人生的起点呢 竟然是我们的家 我们从家开始的 我们来看这段新闻 他说什么呢 人若不看顾亲属啊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当我们在对方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我们神所看中的是什么 他看中的就是我们的家里的人 看顾我们家里的人 所以是这么重的一句话 他说如果不看顾的话 就是背了真道 所以我们来想想看 我们新主了这么多年 听了这么多的主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等等等等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起点上面 错了 你看到 其实我们是背道而行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们讲到美好人生呢 我们就要找到我们的起点 从家里开始 从家里开始 这是蛮挑战的 但是呢 反正我们活着 我们还是可以 再想做这方面迈进 所以我们说迈向美好的人生 我们来看 那 其实我们说 想送这个家的时候呢 我们呢 要来明白 家的意义是什么 家的价值又是什么 那么家有哪些的住址 就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今天感恩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来 一起来 来学习 我们很多的时候呢 结婚呢 就会自然懂得如何做丈夫妻子 是吗 有的孩子到时自然会做爸爸妈妈 是不是呢 我们就回想一下 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 就是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结了婚了 做了丈夫妻子了 不知不觉又做了爸爸妈妈了 那么我们在外面上课 到了职场之后 我们上了许多的课程 那么呢 有理财啦 投资啦 等等啦 跳舞啦 打球啦 健身啦 好多的这些课程 但是我们问一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说 要去如何做个好爸爸 做个好妻子 好父亲 好母亲的 这些的课程呢 我们愿意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价值上面的一个投资吗 这就是我们要来思想的 所以为什么说从家里开始 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交战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神那里得名号的 这是在以佛所书的三章十五节说的 我们的家就是神的殿 如果我们读懂了 这个西伯来文的话 家就是圣殿 所以呢我们要从神的殿 神的家开始 我们要把我们的家给整顿 如果记得这个西西家王 他患了这个必死的症 然后以赛亚先知 就来跟 他就叫以赛亚先知来为他祷告 以赛亚先知来看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呢 你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 他没有 他告诉他说你的病必定死 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先把你的家整顿好之后呢 才去死 我不晓得如果你是国王的话 西西家王 你看到以赛亚的时候 你这样讲 把他看头 但是神却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跟我们分享 就是神很爱我们的家 神造了人之后 第二个就是家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从家开始 好我们现在来问一问 那么什么是成功 常常成功的第一很多 有些人是觉得 是一个过程 小路完成了 一个成功了 到中学等等 那么大学毕业 有这个成功 那么结婚 有个成功等等等等的 但是我们来问一问 你对成功 是要具备什么 原来从小的时候呢 我们是从不知道到知道 从知道做到做到 所以我们把这计划备住了好吗 成功是从不知道到知道 从知道到做到 我们看开始了 我们上个礼拜到现在了 我们谈到说了这个美好的人生 的确的 的确的 是真的 是可以的 是神为我们 主耶稣说 他来乃是要养得生命 而且得了丰盛的生命 是神要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知道了 但是我们要如何 是要具备什么 现在请你们在聊天室里面 尽量的发言好吗 在聊天室里面 我们今天晚上 有个很特别的同工 你写的时候 他会帮我们念 好吗 来 尽量的发言好 你觉得成功 需要计备什么 开始 写在你的聊天室好吗 对不起我 按太快了 OK 已经把答案打出来了 按太快了 有些人看见 有些人没有人看见 日律 自律 自律 能力 坚持 自信而无畏 自信而无畏 非常好 还有吗 耐心 耐心 毅力 perseverance 就是那种的耐的耐 也是毅力 勇敢 还有吗 来继续 Determination 坚强的信念 坚强的信念 Determination Press on OK 与人 与人和睦 与人和睦相处 与人和睦相处 在定格 就是有目标 导向 坚持 我鼓励大家用一点时间去内化它 你要去想 你动起来 把手动起来 记得我们讲 从脑到心在手 所以现在你在做的时候 就是你在做手的工作了 当你在打的时候呢 你有可能呢 你也会在鼓励自己 激发自己 所以呢 尽量的去 打开它 不怕失败 不怕失败 非常好 天时地利人和 保持成长的心态 不停的学习进步 非常棒 神与我同在 哇 标准答案 还有吗 鼓励大家 很积极 机遇 远见 机遇 远见 平安 嗯 嗯 嗯 Don't be afraid Do not afraid of hardship 不怕辛苦 靠主 准备好 我成功后失败的心和心态 嗯 正确的价值观 嗯 Show kindness and humble unity 嗯 Learn and relearn 嗯 积极的心态 愿意的心 积极的行动 坚定的信念 是 投入热情 投入热情 嗯 信实的伙伴 嗯 持守 嗯 谦卑不断学习 嗯 嗯 好 在我们的同学 我们继续在写的时候呢 我鼓励大家 啊 能够在下课之后 可以跟 啊 一些同学啊 我们一起认识的呢 探讨一下 那么我们就 其实每个人都写的 都非常的 啊 有 关系 啊 你们所写的都很 关系 但是我们要抓到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词 啊 这个关键的词就是 你的信念 你的信念系统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念的系统 那么信念系统呢 是什么样呢 我们先来看 啊 这个 百图怎么说 他说信念呢 是信任 啊 然后呢 坚信不移的想法 这是不是你的信念呢 啊 自己认为 可以确信的 啊 是你自己的 然后呢 是人类引导 自我前行的 本 因 哇 太棒了 是一种的情感 还有呢 认知和意志的 有机同一体 是人类在 一定的 认识基础上 确定对某种思想 或事物 坚信不移 并身体力行的 心理态度 和精神状态 啊 所以当他这个讲 这个信念的时候 就给我们很全面的 更深一层的事 不只是当然 认识这两个字 一个叫做信念 不是 他是给我们 很清楚的看见 就如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谁吗 嗯 一样的 那么我们假设 我们信的 我们所信的 那么呢 他就接下来呢 我们有没有 坚信不移的想法呢 例如我们讲说 常常说呢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在神凡事都能 但是一到家里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到了 这句话不管用了 我们了解 我们就这个信任方面呢 对神呢 所以神说你 你来试试看我 你信得过我吗 所以说你来试试看我 你信得过我吗 我们面对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信念系统上面呢 要不断的 要来超面 越来越坚强 所以我们的信任 对神的信任 对于神给我们的 这个生命 我们要如何的 来落实 活出美好的人生 那么他说是 人类引导自我前行的本因 我们现在在做很多的事情啊 我们不知道 原来是有个叫做信念系统 就好像我们的火车 轨道一样 它的轨道在那边 我们坐在火车里面 我们不知道 那里有个轨道 这信念系统就好像 就轨道一样 我们坐在那么多前行 那么现在是怎样呢 它里面很 这个有机的统一性啊 是非常的考验的 里面有认知 里面有情感 里面有意志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认知上面呢 已经到了一个程度 没问题 但是我们往往呢 就是在意志心智上面 而且呢 被情感情绪呢 所来主导 所以我们就更认识我们自己 那么 是我们能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 确定对某种的思想 和事物坚信不移 就是今天我们在上这个课程一样 我们说我们要一个 活出美好的人生 我们真的要吗 我们就问我们自己 那么要的话 我们就要怎么样去 接下来的生活呢 我们就看 原来这个信念系统里面啊 有一个叫做想法 一个叫做价值 那么那个意思呢 就上面的是 你看得见的 就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下面的就是我们的价值了 你对于你的家庭的价值是怎么样 你的家 可有可无吗 我们等一下来看 你对家的价值 好 我们现在来看信念 来看信念 这里有两个问题 请大家要求你 花一点时间去写 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写的 就是说呢 你希望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家 第一个问题 你愿意为这样的家 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有一个小的学生 跟他的爸爸 这个爸爸呢 有三个儿子 然后呢 最小的儿子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 我愿意为我的家 付上我的生命 哇 爸爸妈妈非常感动 你希望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家 好 开始写好吗 我去喝一杯水 我几分钟后再回来 好 请大家写 我们请我们的同工 就念你的 这个聊天室里面的话 好 一家大小 安乐 乐意服侍神 一家大小 安心乐意服侍神 和谐相 和睦相 和睦相处 充满爱的家 有神的家 嗯 嗯 嗯 Harmonious Happy families 和谐相 你需要 温馨的家 嗯 温柔和一 幸福充满 爱 敬畏神的家 相亲相爱 和睦和谐的家 不用 谢谢 同心 同心合意 合力 和睦 彼此相爱 喜乐的家 有神同在 充满爱 嗯 彼此有爱 嗯 好 已经相当多了 这个第一个的答案 好不好 现在 你回答第二个 好吗 愿意为这个的家 付上 什么的代价 例如前面 你刚才谈到了 你希望的家 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有和谐 有和睦 你愿意为这个家 付上什么代价 来 开始 嗯 很难回答 这一生的一切 哦 太好了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完成大家 大口 哦 这也太快了 嗯 大我 嗯 很好 来 继续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很好 无条件付出 嗯 Meditor 聆听的心 嗯 全心全意爱 嗯 很棒哦 嗯 在我的家庭中 成为和事老 嗯 和睦之子 Unconditional love and support 嗯 谦卑 时间 爱 付上爱心 忍让和宽容 我愿意花时间 去付出 太好了 不是家人 嗯 嗯 不是家人 不是家人 嗯 好 再来 嗯 无私的付出 彼此相依 嗯 有神的家 就有神的喜乐 健康家人 我们谈是要付出 什么代价 我们呃就是 尽量的想到 你要如何付出代价 捍卫 很好 嗯 愿给他们一切可能 哇 聆听的心 全心 全意付出 嗯 愿意付出 为家人 祷告 时间 共享 嗯 时间 共享 嗯 嗯 always be catalyzed learn to put your self into the shoe of other 凝聚力和陪伴 嗯 愿意付出 嗯 让家成为爱的避风港 没有私心 嗯 没有私心 你愿意付出 什么的代价 我们不断的 朝这方面去 好吗 嗯 好 我们谢谢大家的参拟 就是这样子 让我们有机会 去脑震荡一下 我们脑震荡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的 到底我希望 用一个什么样的家 那么我愿意的 假设我要这个家 充满着温馨 充满着和谐的话 我愿意付上 什么的代价 好 我们会一一的 来探讨 这个方向 好 我们来看呢 这个家的核心价值 记得感恩尊重 尊荣啊 好 我们来看这棵树 好 那么呢 这棵树呢 我们看到有树根 树根是看不见的 嗯 但是假设我们的树根 根里面我们家里面呢 常常的操念这种的 很真诚 说诚实话 没有斑片西家 不良的动机 都自不断地在那里努力 那么呢 我们如何的 尊荣父母 如何的感恩 我记得我的这个 这个孙女啊 她小逸的时候 今年她已经小逸了 然后呢 当她小逸的时候呢 六月的时候 我就跟她一对一的 去吃饭了 我们就谈 学校啊 你有什么朋友啊 这些朋友啊 谈老师啊 谈谈谈的 那么谈到一个关键的 就是 你有没有好朋友 跟坏朋友 好朋友跟坏朋友 这是非常关键 那么就讲 什么是 那就是偷东西啊 打架 说坏朋友啊 等等等等的 这是表面行为 那么我们继续谈之后 我叫她做一个总结 那一天的总结之后呢 给我惊叹 也成为 她教导她妹妹 什么是坏朋友 她说坏朋友啊 就是呢 朋友叫你做的事情 带给老师 爸爸妈妈 伤心难过的 这些朋友 都是坏朋友 我听了心里面很高兴 那么我叫她说 你回去呢 就叫你的妹妹了 现在你的妹妹 也是开始读书了 到现在 她还会继续的 引用这句话 为什么呢 这就是尊隆老师 这就是尊隆父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方面的操练 那么学习感恩 假设我们在根里面呢 不断的操练之后呢 刚才大家讲的 我们的家 都是要有喜乐 我们的家有和谐 有安稳 有愉快 家里面也有知会 家里面也有知足 不会在那里斗争 那么假设我们要看到了 这些的果子的话呢 不是金钱 不是文凭 不是去理由 而是要懂了如何的 向下 杂根 向上结果 所以我们看见了 这就是这棵书 然后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啊 这个 这个 语言冲突啊 那么 肢体冲突啊 疏远啊 打冷战啊 很苛刻的要求啊 很静默啊 这个 家里面呢 不沟通啊 等等等等 而且说话的仪器啊 很重啊 一下就发脾气啊 其实呢 我们发现了 这是一个没有价值 核心价值的家 那么他是怎么样呢 他就常常呢 害怕矛盾冲突 他把它隐藏起来 不真诚 也不能够不原谅 不能原谅 这个都是不真诚 那么呢 自我的形象的低落 自卑感 那么 缺乏 信任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 假设我们 没有这个核心价值的话呢 我们的家 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家 就是 疏远啊 过度要求啦 沉默啦 步步来往啦 身体的 这个自己的语言 态度很恶劣啦 说话的语气也很重啊 这就是我们要找出根本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回去就是 我们的家 必须要有这个根 要懂得如何的 尊荣 我们的 家里的人 我们要懂得如何的 把你心里面的感受 拿出来分享 然后呢 我们就不断地 在操念 这个感恩的时候 真诚尊荣 因为发现你的家呢 就会来 越来越温馨了 那么 什么决定我们的 成败 来大家 给答案好吗 什么决定我们的成败 试试看 来我们 聊天室 一起来 什么决定我们的成败 态度 态度 决定我们的成败 很好 好 继续来 我们要动脑筋 我们的心要动起来 手要动起来 嗯 还有啊 自己 没有包容心 习惯 motivation 心态 嗯 思想 嗯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嗯 言语 嗯 不服输 嗯 自我肯定 嗯 自身的性格 嗯 自身的性格 嗯 EQ 嗯 骄傲 骄傲 嗯 继续来 嗯 起动起来 人品 嗯 自私 没有和家人达成 共同的意思 嗯 意念 价值观 嗯 attitude 嗯 好高务员 好高务员 嗯 self concern concern 信心 自私 嗯 信心不足 嗯 互相猜忌 嗯 哦 好多 嗯 你看我们 从不同的角度 看问题 大家好像 家里的人也一样 我们就知道 家里的人 是怎么样 看问题的 嗯 嗯 No win-win mentality 嗯 没有双赢的思维 嗯 是我的态度 没有设置目标 没有尽全力 嗯 人的品德 嗯 来继续看看 把它挤出来 嗯 挤多一点 那些还没有写的 尽量的去参与 啊 带动起来 哦 嗯 我同学 none honest 嗯 endurance 嗯 越来越多了 嗯 character character 这个品格 嗯 信念 嗯 心念 解决 我们的失败 嗯 还有吗 当我们对已经完成的事情感到满意时 哦 那就是亲自不亲啊 身体健康 信心不足 好胜 怀疑 不幸 嗯 江山 江山 易改 本性难移 嗯 没有散播 良善的种子 嗯 outlook 是我省茶 很好 贪婪 贪婪 有效沟通 嗯 being with and in mind before focus 嗯 好 谢谢大家的参与 哈 我们同样的很继续的 假设你可以的话呢 就是跟我们的 一些的技巧 把你的里面 你所写的哈 跟他交流 我们家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问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问家里的人 好我们把这个答案给大家吧 嗯 什么 决定我们的成败 一起说情绪决定成败 我们的情绪 为什么会说是情绪呢 因为信念跟情绪之间呢 有一个相关的关系在里面 那么呢 情绪的反应速度 快过于理性的思考 我已经忘记了 那个倍速 他快到很可怕 就是你一碰到的 他就直接的 好像快速公路一样 他就直接到情绪里面去了 那基本上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 我们第一个反应 基本上大多是 是属于这个血气 第二个反应 我们要等候 等候到神灵感动 我们才回应了 那个比较可靠一点 所以第一个的情绪的反应 我们要很小心 那么成败呢 成功和失败呢 原来是被我们这个情绪 给主导了 所以我们不断地要来操练 我们也知道自己的情绪 以前的时候很快速反应的 一下子就生气了 一下子就说no了 一下子就说不会了 一下子就说不行啊 一下子都不可以啊 对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回应的模式 如果是常常这样子的话呢 今天呢 我们要冷静一下了 对不好的 我们可以很快地回应 好像不好的赌博啦 抽烟啊 等等的那些不良行为啊 我们可以立刻说no 但是那些 我们还不是很确定的 我们要慢一点 然后呢 我们来分析 然后我们来思考 它的价值是什么 当想到价值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问我们自己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也没有尊重我的家人 我几个例子 我以前的时候呢 就是要搬家 我就搬家了 不需要跟我太太讨论的 所以呢 我结婚啊 六年搬五次家 你想想看多恐怖 搬到我可以成为搬家的高手 然后呢 房间有什么颜色呢 家里的人不可以 没有得参与的 等到有一天 我觉得我们要尊重他们 所以我开始尊重他们 甚至于后来 我要换汽车的话呢 我也要尊重我的业母 让我的业母去看 这辆车里面 色里喜欢吗 所以我们尊重人家 所以我们开始明白了 我们很多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情绪 太快地反映 我们要如何的 更多的在这个理性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谈谈讲信心信心 那时候有没有看到 一个方程式呢 我们今天来看信念和情绪的一个方程式 跟信心有关系 原来呢 信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信念 大家记得我们的定位吗 你认为是很确近的 认为是有价值的 但是呢 这还不能够进入到信心里面 除非你要尘上你的心智 你要决定 决定我要 然后呢 不放弃 所以神说呢 圣经说呢 这个 耶稣亚跟加勒 他们是另有心智的人 他们是另有心智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 我们要 有这个信念 要存上心智 那么这才是等于我们的信心 这信念就好像我们的盼望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心智就是你的行动 最后呢 我们才知道 这整个呢 加起来才是我们的信心 信心没有行为 是实的 好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 讲了这么多了 我们想问大家 有没有开始想说 我要不要有一个新的习惯为目标 新的习惯为目标 我们讲到的心智 我们讲到价值观 我几个例子来讲 我们说对齐对节 我们再谈一下就是 你都知道啊 健康很重要啊 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我们问我们自己 你现在的饮食健康吗 有时候我在 感到疑惑 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啊 他放钱祷告啊 就叫了一盘 不健康的食物 然后呢 就祷告 求神你洁净这个食物 让我吃了以后 有健康的身体 有时候我在想 你是不是在贿赂神啊 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健康的 吃了以后 就神使他变为健康的食物 到你身体以后变为健康 是在欺骗自己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知道了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 所谓的这些心脏啊 肝脏啊 背啊等等的 他们都有这个时间在运作的 他是要休息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 不能够 好好的 饮食习惯这些的调整 半夜三更还在吃 宵夜 这样你的肚子受苦 所以我们了解 我们接下来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说要活出 美好人生的时候呢 我们要开始 定新的习惯 为目标 可以吗 这个是你们今天晚上过后的作业 那么就开始写 你要早起 你要早睡 你要吃得健康 先做一些简单的 然后呢 你要 请止 看手机 多点时间 陪家人 这都是你的新的习惯 然后呢 你就不断的 越来越 细一点 写到你要如何 跟家人 谈什么内容 的习惯 陪他们散步 吃完饭 散步 你这样子慢慢的 把这些新的习惯 我们很多的时候呢 就说我们要改变坏的习惯 但是我们的交际呢 计较不要在坏的习惯 我们计较在新的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的新的习惯被建立起来之后呢 你那一些过去的不好的习惯呢 自然自然的呢 就会渐渐的消失掉 所以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计较呢 不是坏而过去的旧的习惯 我们计较是在于 我们所谓的 Future Positive 我们要开始写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要多一点 刚才有人谈到说 多一点时间陪家人的人 非常好 你就写定下目标 但是你不是说 多一点时间陪家人而已 你还要写出来 更细一点 我要怎么样 抽出时间 我要定在哪一个日期 我要定在一周什么时候 你这样子开始一个习惯 你就开始明白了 现在你成为一个 有目标导向的人 嘿 你妈到这里 我们已经到九点了 一个小时了 有问题吗 我们请大家 如果现在想问的话 可以放在聊天室 表示你觉得有问题了 我们的同工 会把你的 这个发的问题 念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 抓住一个时间 来互动 来回答 这是大家要写的 你的心国 这个习惯 我们接着来看 如果请问你 你的家 家的意义是什么 家是什么 就是定义 那么家在哪里 家往何处 这就是方向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家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定义 家是什么 那么家在哪里 家往何处 有时候我看见的 有一些人呢 就是 家是办公室 家呢 是 这个音乐厅 卡拉OK 那么 家呢 有些人是家 是赌场 在那里 看球 比赛 赌球 家是什么 我们不断地去思想 家的 定义 家的定位 家在哪里 因为家在哪里 我们才知道 要往何处 去 假设你觉得 现在没问题 那么我们就知道 已经是很严满了 那么就不错了 但是我们觉得 还有发展的空间 我要往更好的 更高的 更美的 来发展 那么就 这样就能放下去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家的定义 他说呢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 他得名 就是神 从神那里得名的 所以我们的家 不是我们的事情 也是神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 他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家呢 原来是有 这样的 一是从神而来的 二是 夫妻两人一起的 所以家呢 我们就看到 他的定义了 就是一生一世 肯定 这是我们的定义 不是现在的那些 LGBT 他们那些的定义 因为我们这个 是圣经的定义 是神的定义 不是人的定义 所以我们开始明白了 这是神的事 光复神的事 所以婚姻家庭 不当然是你我的事 是神的事 是光复神的名字 所以很关键 所以我们要来尊荣神 叫我们家 来尊荣神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享受 我们的家 我们来看第二个 讲到家的定位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问一问 家的重要性是什么 家里的人的关系 有多重要 那么家呢 是什么 诞生了呢 那么我们又再问 家里不能没有什么 家里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五个方面 我们一一的来看 第一个 我们要看家的重要性 那有时候我们都说了 家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想重要的时候呢 我们会不会呢 有一种 就是 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发现了很多人现在 结婚不生孩子 或者呢 很多人 因为年代当中 数都创伤了 所以以后也不再想组织家庭了 所以呢 虽然说很重要 但是他说是可以可无的 所以呢 家人关系也不是 很融洽 那么再近深一点 他说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比很重要更好的 但是我们就问 他能不能被期待呢 我发现这件事情 基督徒 非基督徒 同样的面对同样的情况 他们很多的时候 他觉得 已经不能够继续了 性格不合 等等等等的原因 他说我们离婚了 就另外来找另外一个 来组织新的家庭了 他说重组家庭 很好听 那么 假设我们是 非常重要 我们还不要停在那里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 是基督重要 基督重要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重要呢 就是我们要进入到 不能够没有 非做好 不可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 现在就被提升了 它不是很重要 不是非常重要 它是基督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了 那个价值 我们就开始看重它 就如那个小孩子一样 他说为了这个家 我愿意付上我的生命 主耶稣爱我们 也是一样 基督重要 所以为我们 舍命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们对祂 是基督的重要 基督的宝贝 那么开始明白一件事情 家的重要性了 第二呢 我们就来看了 人家的信任度 那么 家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有一些人 小孩子都不会家 我们发现那件事情 不是这个孩子的问题 是这个家里面 常常闹闹闹的 家里面互相不信任 其实现在整个社会 国家与国家 很多的这种不信任 互不信任 最明显的两个大国 是不信任的 你想你的一套 我讲我的一套 是不相信任的 想想看新加坡 我们假设对政府不信任的话 我们会失去什么 我们会失去那安全感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定位呢 就是不断的要来增加 我们的家里面 这个信任度 那么给他知道呢 给他定位 家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有心思 我们有委屈 我们可以回到家里 跟家里的人沟通吗 所以我们家是不是最安全 虽然我们说 享受美好人生 我们要享受到 就是这一种 能够家里的时候 有事情的时候 跟家里的人聊天 聊天 然后把心思说出来 这种是一种很满足的 很享受的一个生活 然后呢 是一种的 很新的地方 我们开始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 不能够享受家庭 因为我们心思 不懂得找哪里讲 家里面可以信任吗 信任我们可以讲吗 当他讲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积极地聆听呢 还是听的时候 就开始教训呢 教委 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要去学习 当家里人讲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地去见 如何地去同理心 这些东西都要去学习的 好 我们来看 家呢 是分享资源的地方 我们家里有需要 在金钱上面的帮助 分享资源的地方 好 我们慢慢地就发现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安全感啊 这个安全感啊 它是怎么样来的 安全感对一个家 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认为要给一个家 带来安全感 需要什么 来请大家在你的聊天室里面 再来浮动一下 你认为要给一个家 带来安全感 需要什么 来启动一下 彼此信任 彼此信任 financially stable 包容 在这个 包容 在这个经济上独立 财务上独立 责任心 责任心 嗯 还有 继续来 需要什么 相信彼此 有爱 嗯 深入 破大 你觉得 有爱 那么怎么样 要把它活出来 尊荣 包容 珍惜 温暖 温暖 Trust and Respect 互相沟通 同心 互相沟通 彼此包容 嗯 其次包容 嗯 感恩 嗯 关心家人 花时间 花时间 没有隐瞒 没有隐瞒 嗯 验收 有交代 有担当 嗯 验收 是什么意思 啊 Love Abounding 嗯 互动 嗯 Abounding OK Appreciate One Another 嗯 Accept Acceptance 有归属感 有归属感 非常好 嗯 学习 嗯 学习 彼此谅解 彼此谅解 嗯 No to gossip Among each other 接纳 嗯 接受对方 爱呵护 是长期建立的 有幸福的感觉 嗯 享受 多沟通 嗯 需要什么 今天朝着那个路线讲 好像多沟通 就是需要的 这个方面去 还有没有 需要什么 Be grateful Always 嗯 Be grateful Always 嗯 懂聆听 懂聆听 嗯 好 谢谢大家 如果我们把大家的答案 给他整理出来 我们可以出书了 互相尊重 需要安全感 Protection 谢谢大家好 假设你们要继续的话 也可以让你们 现在我进入到了 要讲到这个 安全感的方程式 或者是公司 好 来看一下 那么安全感呢 它是这么样形成的 首先呢 它分了两部分 我们来看这两部分 我们讲一个人对一个人信任 一路一个公司 要信任你 首先他信任的是 你的能力 你来应征 他信任的能力 接下来呢 他就看见了 你的这个 给公司的安全感 这个我们常常被复裂的 以为只是信任而已 他觉得这个安全感 所以呢 信任的是安全感跟能力 好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安全感呢 它是分成三个 刚才我们讲到了 就是如何的尊荣感恩跟真诚 对不起太快了 那我们知道了 假设一个人很真诚的话 他就得到人家的信任 人家觉得很真诚 那么呢 你一直都不断尊荣丈夫 尊荣这个 你的上司啊 尊荣同事啊 那么呢 无形中在加分 就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人家对你这个安全感 假设你能够 懂得如何的感恩的话 人家觉得你这个人 他态度很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个安全感 其实为什么我们讲到 这个三个品格呢 它会产生一种的安全感 那么再加上你付上的代价 那么这个信任 就不断地被提升 好 我们可以看到了安全感 好 现在我们再讲了 生命的诞生 我们后面还有一些的作业 那么呢 家呢 是生命的诞生 首先呢 它一个是有无形的 一个是有形的 有形的就是包括 我们的血虫 我们的基因 DNA 包括了我们的家谱 我们主线从中国那里来 等等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家产 你所赚取的 这些产业等等 那这些是有形的 但是呢 我们要 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传承的是无形的 就是我们的文化 包括了我们的灌籍 假设你知道你是福建的 广东的 朝中的那等等的 那么这个东西都有一些文化在后面的 而且呢 也包括了一些的传统 但是无形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传承的是一个信念 所以假设我们为人父母的 我们在这时刻里面享受人生 我们的价值观对了 我们的信念系统对了 那么我们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们的 整个的家族里面 我们就可以大家的一起的共享 这样就能够越来越温馨 越来越喜乐 往往呢就是我们副列了 我们这个家里面的传承 传统文化跟信念 好我们再来看 这个家里 请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蛮有意思的 家里不能没有什么 来请聊天室 家里不能没有什么 请问你们 爱 家里不能什么 没有爱标准答案 还有吗 亲情 信任 家人 爱与沟通 孩子 温暖 包容 关心 神 刚才已经有一位把答案打出来了 所以呢我就直接把答案给大家 家里呢不能没有的呢 就是家人 你现在想看一个家里没有人的话 成为什么家呢 不能没有的就是家人 曾经我们这个做大的时候蛮有趣的 他说家里不能没有冰箱 不能没有冷气机 不能够没有WiFi 甚至于呢家里不能够没有狗 没有猫 但是我们家里面今天发现了很多家人 没有家人 所以我们家里不能没有的就是来就是家人的 好我们再看 还有呢家里最需要的是什么 来试试看家里最需要的 我们尽量的把那个标准答案 暂时你看一下爱是没错的 最需要的爱要关心的 我们这样把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键词定位给它打出来 关怀彼此接纳 关怀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嗯 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关怀彼此接纳 沟通 你的目的是什么 把那答案写出来吗 你所做的这些东西目的是要什么 和谐 和谐 好关系 OK 好关系 答案出来了 好 这个关系就出来 我就把这个答案给大家了 我们家里最需要的就是美好的关系 现在我们开始明白了 我们要享受美好人生的话呢 假设关系不好 你不可能享受美好人生 美好关系能够产生美好的人生 所以我今天晚上呼应我们的大家好 一起来学习 从家开始如何的超念 等下我们会有一些的指引 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家里面呢 我们讲到这个家 我们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 就是沟通 沟通不可断 我们家里面的沟通 现在很多的沟通 是用这个whatsapp之类的 可以不可以用多一点 打电话 谈话 神之一现在可以面对面 我们要如何的沟通 不可断 第二呢 就是家产不可分 家产要透明 不可分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做下来透明 然后呢 要怎么分 他们要怎么样去讨论 所以家产不可分 为什么我会写这样的一个过程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家产不可无 还有节日不可适 即日不可忘 有一回呢 我朋友啊 就请我去吃饭 我就请我跟我太太去吃饭 我很好奇 我就去了 当我去了之后呢 他们是家族的团企 哇 家里好多人啊 一个爸爸妈 一个妈妈 生了十三个女儿 我不知道 他怎么生十三个女儿 一个爸爸妈 一个妈妈 然后呢 我很好奇 我就跟我太太讨论 为什么上帝今天晚上 会安排我们来参加 这样的一个家族的祭餐 我都不认识他们的家族 我只认识我的朋友 他们就介绍了 我这个朋友啊 是什么什么什么 是什么医生啊 有什么 就介绍他们的家族的 整个的 非常的叫我们 就是很羡慕的一种的 家庭的背景 过后呢 我就听他们的沟通内容了 他就在讲了 为什么那天我打电话给你 你没有接 他说那天我到了加拿大去了 他们就谈到他们的沟通 不可断 那么在 结束的时候呢 原来全部人都有一个 红包拿 这个红包是什么呢 原来是他们祖先的投资的 这个信托基金的时候呢 累计的 所赚取的 分给每一个子子孙孙 每一个家里的人都有 所以他家产不可以分 他就累计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家产全部带在一起 那么家菜不可胡 原来他们是潮州人 所以呢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讲他们的 这个家菜的 这个很像 所以母亲主了什么什么就 讲到这个家菜不可胡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特别的节日 他们就讲到一些的节日 他们就会约定好 在那里见面 节日不可施 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父母亲的节日 不可忘 所以你看到 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定位 然后他的家里面呢 真的是很享受这个家 你看到他们的侄儿子女 外甥啊 这些东西 他们都在那里 很享受这个家族 而且呢 常常要谈到 安排节目啊 之类的东西 那天又在安排了 所以我可以看到的是 是享受家庭 我从那天开始 我就谢谢他 我说因为我看到了你的家 我就写了这个方向 所以后来我也把这个写的 寄给他 他也感到非常的安慰 真的他们在做一件 很美的事 享受人生 美好人生 所以我们开始明白了 我们要从家开始 美好关系 享受人生 从家开始 好 我们来了 所以呢 这个美好关系呢 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了 他说人只来 是我要拯救世上的人 那么我们常常讲的是 all they have lost 就是全部所失去的 不单单是人而已 而且包括了我们的家 全部失去的 我们都回来 然后我们来看 路加福 十五章说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势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讲到这个浪子回头 是二十五章 那么浪子回头 是死而复活 你可以看到了 这种的 家族的这种的喜乐 神经讲得很清楚 那么在马拉基书里面 也更讲得清楚 说为父的亲要回向儿女 儿女的心要回向父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神非常看重的 就是美好的关系 所以神之一 他说呢 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 想起某某人 向我们怀恨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礼物放下来 先以跟他和好 所以我们的神 是非常看重关系的神 我们跟这个家人 关系好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记录到 那种美满的人生 从家里开始 家就充满着喜乐 好 我们来给家里的方向 现在来做一些作业 好 我们讲到我们的认知程度 我们的认知程度 你对家人关系的满意度怎么样 刚才我们讲 关系很重要 一到十分 你给自己的家人的关系 满意度是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光景之后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 我们家里面 现在的关系不好 然后要怎么样的 有一些策略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怎么样的 去一步一步地去做 但是我们不要逃避 我们过去逃避太久了 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 然后呢 再问自己 你想要提升家人的关系 你要从何开始 你要问自己 假如我要从家里开始 那么从何开始呢 我们就问我们 那七根柱子里面 那三个柱子 那三个价值观 我是不是有没有 在这方面有亏欠呢 没有尊容他 切发感恩 而且呢 我有许多的不真诚 其实呢 家人都知道的 我在用钱上面不真诚 我在交朋友的上面 我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 所以你要勇敢地去面对他 我们下回的时候 就会谈到这七根柱子 一个一个来谈 我们哪一个地方里面 要开始 哪一个强的 我们要做得更好 哪一个需要成长的 我们要去针对他 好 我们来看看生活应用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 作业了 生活应用 收集家人 对家的定义是什么 刚才我们谈了这么多了 你知道家的定义了 那么家的定位等等的 你去问他们 你上课 要做一个作业 很简单 可以告诉他们 你去上课 就美满人生 老师说呢 要我收集家人 对家的定义是什么 你可以不可以帮我 做这个作业 我们一起来 甚至于前面在沟通的 那些的问答 你也可以问他们 那么呢 收集两位以上的亲友 对家 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会启动 他们内心里面的思想 也启动我们家人的 一些的思想 我们不用再担心了 我们假设可以 层层的 去收集这些资料 最后总结 你要问你自己 你想要的家 是一个怎么样的家 那我不要给一个农统的 这个温馨和谐 那么讲那个家里面 丈夫跟妻子 爸爸妈妈跟孩子 不要想到这个家里面 他们的关系是如何的 都可以吗 如果家以前 那华 就这样 感谢观看